那问题来了 我们众生为什么会迷呢 为什么无法超越六道轮回 无法在这一生当中 能不能离苦得乐 什么样的原因 为什么会迷 包括我们本人在内 我们每一天不断的都在迷惑 自己不知道而已 那我们为什么会迷 因为我们没有把这个 宇宙的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 所以你对很多的事情 在你的眼前的生活 很多看不破放入下 太多的事情我们很多碰入下 看不破 因为你对这个事实真相 你没有真实的去了解 透彻的去明白 产生了这样的烦恼 产生这样的六道轮回 因为我们迷了 我们自己真的很不清楚 那怎么办呢 中风果是叫我们赶快回头 你必须要回头 没有回头 你是没办法的 只有回头 才能够帮助我们 那你今天想要回头 你要依靠什么呢 你要依靠什么 这个我们要清楚的 你说我要依靠阿弥陀佛 那为什么念佛的时候 我们不能得到成就呢 有一些人说师父 说容易放下容易 但是做起来难 对呀 我没有说修行难 修行很容易 如果修行容易的话 释迦摩尼佛不可能这么多年修行 经过这样的大的磨难 考验 最后证得阿弥陀罗三秒三菩提 他也经过很久 如果容易的话 阿弥陀佛不可能经过五节 才把阿弥陀佛西方体的世界建立起来 然后供养给十方一切众生 如果容易的话 地藏王菩萨不可能 五量节以来生生世世都在发大事业 为什么要发大事业 因为众生太难度了 太刚强 太顽固了 所以不断地发心 不断地去发愿 但是释迦摩尼佛 为什么要我们这一生当中 对于这个世间 你要不要过于执着 要我们从内心的去放下 就是让你去学习 学习什么呢 当你面对这个 我们所讲的 佛常常常讲 我们人生是无常 生死是无常 当你面对这个无常来临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知道 无常随时都会来临的 在五分钟一秒钟都可以随时来临的 当你面对这个无常来临的时候 你那个心才不会这么痛苦 很多人在念佛当中 诵经感觉修得不错 当他面对事实的真相的时候 放不下 看不破 都是被这个境界而所转的 很多人 你说 好 我今天我放下 我今天我念佛念的不错 当你遇到这些无常来临的时候 你能不能面对他呢 有时候我们很多啊 境界来的时候 都是在造业 都是在执着 都是胖乎下的 那 你想一想 为什么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一个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 他为什么这么苦 就像什么 像乌龟 脱壳 活牛 剥皮一样 为什么这么苦 他放不下呀 太过于执着 这个身体是真的 这个身体是他的 所以他放不下 所以他很苦 苦到像这样 乌龟 活生生的 他的壳 把他脱掉 一只活活的牛 活活生生的牛 活生生的牛 他皮马脱皮了 他剥皮了 你说他苦不苦 很苦 很痛的 那我们该怎么办 你回头 中文果实教我们要回头 依靠什么 我们看下面的那一张 这样讲大家听懂吗 不会太怪 这样呢 我讲的就是从我的生活里面去体验 给大家分享 真的 放下不是在嘴上讲的 你要点点滴滴的去学习 从你的内心去放下 真的 总有一天我们会面对一些 我们不想面对的 我们每个人总有一天会面对一些 我们不该面对的 当你面对这样的时候 你能不能放得下 但是你点点滴滴在学习每天 点点滴滴累积 当这个面对的时候 这个事情 这个境界 你就很容易的 你不会这么 你不会这么苦的 真的 没有相信的 失去了一个东西 会不会苦 你会很痛苦 会啊 你不会很烦恼 会 好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属于中风果师 今天告诉我们 我们今天学佛 我们今天学佛的宗旨 学佛的木雕 作为佛的弟子 我们应当怎么做 一定要把佛陀的教会 把佛所讲的这些的教会 佛法 来帮助我们化解 我们种种的烦恼 真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回头 因为我们现在 在 迷的这一案 我们现在在 在这个 迷的这一案 我们要怎么样 达到彼岸 依靠什么 依靠佛法呀 一定要依靠佛法 因为佛所讲的 这些的理论 都是经过他的自信 流露出来 每一字 每一句 都是能够帮助我们 一个人 众生解脱的 因为他自己老人家 已经解脱了 已经得到了 所以他把他的经验 来分析给我们 这些分析 都在全部在经论里面 这些经论 我们应当要学习 那我们怎么样 来化解我们的烦恼呢 我们怎么样来能够达到这个彼岸呢 中风火车 教育我们 我们一定要修道 我们必须要修道的 像释迦牟尼佛 在路远远讲这个四地法 告诉我们 苦即灭道 苦 人为什么会苦 苦从哪里来的 我要怎么样离苦 释迦牟尼佛最后 你一定要修道 那修道要从哪里开始呢 我们看下面的 那我们要怎么开始 走觉悟的路 那现在 我问大家 觉悟的路怎么走呢 我们有没有觉悟 我们今天念佛念了很多年 诵经天天都在诵经 学佛 我们都学很多年了 你有没有觉悟 师父我有觉悟 对啊 你有觉悟 但是你那个觉悟不是正觉的觉悟 你那个觉悟还是还是在门口 还没入门的 所以刚才我已经刚才跟大家讲过了 又怎么样觉悟 释迦牟尼佛教我们要常常去观想 观想什么 观想生世无常 去观想这个人生是无常 你明白这个道理 你的心就容易觉悟了 你不会被这个外面的很多的这些事情而所干扰 被迷惑 你不会的 不会那么容易 你那个心非常的清楚 感谢观看